中選會主委李靖榮 做票研討會 我本來規劃台北 高雄 台中 現在 已經OK了 早上我已經把 關東旗已經豐富做好了 然後我現在開始在挑兩層即日 中選會主委李靖榮 為什麼你的開票結果被一條翻成 被一條直線所控制的 這樣對不對 過專業了吧 研討會 台北廠我們會選擇在台大校友會館 你某一個禮拜六禮拜天的下午 在這兩個禮拜之內 請我們鄉親到處 順便跟我們搭訪 大家把研討會講完我們要去高雄 我們要去台中如果還有繼續有sponsor 支持者我們會到花蓮宜蘭 請大家鄉親 到關心到處理 如果台灣不要讓民進黨萬年執政的話 請你來看我們的 中選會主委李靖榮 你已經做票兩次了 你還要做票幾次 研討會 做票研討會 要持續觀看我們的節目看 什麼時候真正的 你去把這個 議程敲定 好不好 好 禮拜六禮拜天下午 這兩個禮拜之內 我們就會辦 請我們鄉親拜六禮拜 會播 因為我現在整個schedule的進度 第一關東期要做 第二所有聯絡事情 都敲定 可能會在 14天之內 請我們鄉親改良到處理 中選會主委李靖榮決定說 給這個人當就給這個人當 對 而且這個 還有 這個 工程的高手 我相信你還有工程高手 對 反正 這個 一查就會一投落股的人 可是 我們還是要focus在怎麼樣去讓 讓以後的選舉不會這樣子一二再再二三 我們好像是被撫弄 撫弄著 讓這個執政黨 以後變成萬年 萬年執政 資料已經提出來了 我們可不可以 一次告 告這三個候選人 因為他們都是同一隊的 張經律師不是一直在講嗎 只有 那個總統候選人 才能告 對不對 司法官檢察官 完全 在我們的高度看起來 都程度都不行 根本就講不出 社會的 蔡奇啊裡面的一些 正常 公平正義的判斷 他們有的是蓄意的 專農專傻 有的是 就像一個叫卓義賢的 法界的一個卓義賢他是一個奇葩 他就說好 你那個張尊涵 你要把全部扛下來 好 我就發文給外交部 來來證明 結果就被人家鷹鷹駕了 他們是學院派 從北英里 讀到台大 再讀到法律系 再考上法官 我 不死人間煙火 我吃飯睡覺等死一個月就二三十萬 我管你們你家的事情 我是神啊我講的話就是對啦 台灣就是這樣的 形勢比人強 你說對不對 把法官檢察官從神壇抓下來 讓他們到市場去 撩一撩走一走 他們跟我們一樣啊 吃大蒜了 換大屁啊 沒什麼好的什麼講的啦 我們如果講得很清楚 但法官他還是不懂 他也不能承認他不懂 叫法官去把統計學 多分量分析讀一讀 他如果已經得了 已經拿到法官 他需要去學多變量分析嗎 需要去學激量經濟嗎 你想想看多變量分析就是一個領域 然後那個經濟學 激量經濟學 又是另外一個領域念的研究方法 他考上法官就吃飯睡覺等死就沒事了 這一些法官大部分都是法律系畢業的 不然就是後來去補習班補習 可能中表師傅 中表師傅也可以背背 他可以考上做法官 好 如果這樣的法官來審 審棟哥的這些資料 他看得懂嗎 知道 違規跟直線的差別嗎 那可是 大學的教授才能夠講得出來的 李慧欣他講了 這根本就是一條完全沒有誤差的直線 沒有標準差 沒有變異數 他是一條直線 他不是一個回歸換程式 以我們工程的角度 每一個人做的專業的研究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我每個人都有一個專業的工具 這個工具 剛好加拿大提供的那個博士 他在做那個博士或研究 他有一個工具 可以把任何的視界戰流 切成三十分之一四十分之一 五十分之一秒 才有這種結果 鄉親要注意 高手在民間 江湖其人藏在市井之中 所以說我很尊敬 所有的 市井 我跟你講我不敢對市井 但是 你不要 要專業了 有人做的專業研究裡面 他的電腦就能夠切成十五分之一秒 二十分之一秒 三十分之一秒 三十分之二秒 三十分之三秒 的工具 你不要不相信 我們 我們學工程的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 現有的資料 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 沒有誤差的結果 沒有誤差 甚至沒有分配 因為 如果說是 Rendon的話 隨機的話 它有可能大部分是符合常態分配 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是完全沒有分配 中選會可不可以這樣做 他已經決定了人選 如果按照 鄧哥的資料 他說 那個資料除了公視 公共電視 還有中選會 他們 在很短的時間 播報出來的 很多人 是完全一樣的 對不對 那是完全一樣的 不管是誰先誰後 那至少中選會已經接受這個結果 對不對 那他接受這個結果 就是 兩個人一定是 同一隊的 同一隊的 對 那 最可怕的就是說 這個資料 已經 用這個公視寫好 所以我們看到的 就是這個公視的結果 所以說 對 全世界現在所有的國家 選舉都在做票 執政黨都在做票 鄉親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我是曾 苗紅 詹教授 電気博士 今天我們邀請到李慧希 李博士 沒有什麼 統計 歌手 收集電気博士 看他對 統計學的造詣 歌手過焦 30秒就馬上看出來 北英尼 台灣大學 美國秘書里大學的博士 來到台灣 讓我們台灣的政府 吞踏到這個程度 來 李博士 給我們鄉親親安一下 大家好 我想 今天我們要講的這個主題 真的是跟統計比較有關係 可是 真的沒有 你 講那麼難 也許國中 國中再加一點 這個誤差的一些觀念就可以理解了 不過他還是相當專業的 你說 有時候不是 考試考100分就可以理解 有時候還是要有研究的 食物的經驗 我過去常做研究 所以 那棟哥來邀 邀我們來 三方會談 對不對 你記不記得 對 所以他講的東西 我慢慢就是比較理解了 其實棟哥 他是走食物 我們 是學院派 尤其這個人是學院派 理論基礎 統計協 他的功力 教研究方法 統計協的功力 我一看下去 彭文正跟他比 他絕對不會在彭文正之下 不要這樣說 我這個人一定要記得 我其實都不太喜歡 自誇的 彭教授他也是很厲害的 不過 每個人做到 教授 都有各有專精的地方 我比較走的是 計量經濟的部分 當然這個都是跟統計有關係的 對 開玩笑 我今天早上就講了 統計協 接下來是協素筒 素筒來協多變量分析 多變量分析的目的就是在解決 問卷 你認為呢 問卷又是另外一個 問卷的解釋 解釋 就是 把研究資料怎麼樣去 去做一個解說嘛 分析的結果 就是要透過這個解說 那很重要 那就是多變量分析 不一定 不一定 激量經濟也是可以達到類似的效果 激量經濟啊 類似的效果 其實 我私底下 因為我是在大學裡面教的是模擬學 模擬學裡面 我一直很看不起激量經濟 因為他在模型裡面 我就講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蘇聯要倒台前一天裡面 激量經濟學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預測出來 騙到政治的話題就跟 跟這個激量經濟學 比較常用的就是在 在模型裡面 大選結果 抽樣分配 這個就完全可以使用 但是我們拉回到 拉回到主題 拉回到棟哥資料部分 其實是沒那麼困難 只不過沒有這方面訓練的人 他們 在解釋上面 會變成 一直在 一直在找一些 一些話去解釋 事實上已經 有的一些專有名詞 他其實是很 專精是在 怎麼樣把那些 資料變成一個 社會上大家都聽得懂 的解釋 或許吧 或者是 找出一個規律 找出一個規律 這個規律到底是不是屬於 屬於 研究方法裡面的 你不要 不要說是 回歸或者是 多變量分析的 一種模式 不到那麼 那麼困難的模式 真的沒那麼困難 事實上 我跟你講 他就只是一條直線 一條直線 對 絕技跟協力 互相不同 但是他的絕技跟他的協力 都是顯示 賴清德 吃死了 何友宜跟 柯文哲 是 那其實我們回歸到最根本的問題就是 中選會可不可以這樣做 他已經決定了人選 如果按照 棟哥的資料 他說 那個資料除了公視 公共電視 還有中選會 他們 在很短的時間 播報出來的 很多人 是完全一樣的 對不對 那是完全一樣的 不管 是誰先誰後 那至少中選會已經接受這個結果 對不對 那他接受這個結果 就是 兩個人一定是 同一隊的 同一隊的 對 那 最可怕的就是說 這個資料 已經 用這個公視寫好 所以我們看到的 就是這個公視的結果 所以說 對 全世界現在所有的國家 選舉都在做票 執政黨都在做票 這個 這個過級推論 過級推論 美國的 美國的總統大選 大家心中 我們不講那個部分 我這個人就事論事 不然拉遠了 Case by case 對 我們就現有的資料 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 沒有誤差的結果 沒有誤差 甚至沒有分配 因為 如果說是 Render的話 隨機的話 它有可能大部分是 符合常態分配 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是完全沒有分配 所以說 當然棟哥有問到 我訴訟的問題 訴訟的問題 那我就在想 棟哥他已經很厲害了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他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把他說的 隱藏的部分 我今天早上才搞得比較清楚 他所謂的隱藏的部分 事實上就是我們肉也看不到的 他必須要把那個影片 切割成 秒數大概30分之1 才可以看到原來 中選會跟公共電視它的差異就是在於 有20筆的資料是被隱藏住的 這個我來講一下 以我們工程的角度 每一個人做的專業的研究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我每個人都有一個專業的工具 這個工具呢 剛好加拿大提供的那個博士他在做那個博士或研究 他有一個工具 可以把任何的 視界戰流切成30分之140分之150分之1秒 才有這種結果 鄉親要注意 高手在民間 江湖其人藏在市井之中 所以說我很尊敬 所有的 市井我跟你講我不敢對市井 但是 你不要 要專業了 有人做的專業研究裡面 他的電腦就能夠切成15分之1秒 20分之1秒30分之1秒30分之2秒30分之3秒 的工具 你不要不相信 我們切工程的就是這樣子 其實切是一回事 還要發現說 還有一些看不到的地方 那才不容易 你怎麼會有想到要去切那麼細呢 一般我們肉眼看得到 哇 那就把這資料拿來打一打 然後去套一套 他怎麼會想到要去切呢 這就是 他為什麼能夠拿到博士協會 這就是他的專業 It's professional It's professional potential 好 我們其實要脫離 不是脫離 就是說 再走 前進一步 就是 邓哥他有提到 這個 結果呢 要訴訟的話 那我就去想到 法官 他有這個訓練嗎 他有這個專業嗎 對 因為 每一個 每一個系所 他們的 那個專業的訓練 是不一樣的 那 這也是我們常常在質疑的 就是 這一些法官 大部分都是法律系畢業的 不然就是後來去補習班補習 可能中表支付 中表支付也可以背背 他可以考上做法官 好 如果這樣的法官 來審 審這個邓哥的這些資料 他看得懂嗎 知道 違規跟直線的差別嗎 那可是 大學的教授才能夠講得出來的 李慧欣他講了 這根本就是一條完全沒有誤差的直線 沒有標準差 沒有變異數 他是一條直線 他不是一個回歸換程式對不對 這是他是一條直線 而且沒有誤差 沒有誤差 就是作弊 好 我問你 我們如果講得很清楚 但法官他還是不懂 他也不能承認他不懂 叫法官去把統計學 然後多分量分析 讀一讀 他如果已經得了 已經拿到法官 他需要去學多別量分析嗎 需要去學計量經濟嗎 你想看多別量分析就是一個領域 然後 他考上法官就吃飯睡覺等死就沒事了 我是不這樣評論 但是 這個好像就是目前的現象 形勢比人強就是這樣子 法官的本質協能比你統計上的功力 比我 C4ISR功力 我講的他們都聽不懂 所以怎麼辦 如果他去訴訟 他去訴訟是不是 會碰到 法官擺爛 把法官檢察官從神壇抓下來 讓他們到市場去 撩一溜走一走 他們跟我們一樣 吃大蒜了 換大屁啊 沒什麼好啊 什麼講的 所以 我 一直以來都認為 這個法官應該從各行各業 出來就像國外一樣 不要大學部都是念法律的 然後 研究所 然後博士班 通通通 通通在那個框架裡面背那些法條 可是你真的碰到實務上面的問題 你那個論理法則 基本的論理法則要懂 就像 你之前一直在講回歸 我就一直不認為他是回歸 對不對 你其實你是 博士你還會 有這個confuse 對不對 法官他又跪為法官 他怎麼會聽了 進去我們這個一個學者告訴他 回歸跟直線的不同 他如果 要用他自己想 當然而認為是有誤差的 他有誤差的話 你去做裁判 他就有可能 他就 我 洞哥如果去訴訟就有可能會敗訴 對不對 最重要的原因是 檢察官 聽不懂我們在講什麼東西 對啊 他聽不懂 那他怎麼審 這個比醫學的還困難 我可以告訴你 醫學的有些名詞你大概了解一下 你還可以抓住 那個重點 可是 這個 激量經濟 或者是 多邊量分析 或者是 好像有種叫 類神經網絡 我想到 neural 這些都 不是很簡單 立刻可以懂的 以前我們的激量經濟學如果 可以寫一個model出來的話 他就可以拿到博士雄位 那跳好幾階 他學好多的課程才有辦法 去完成這個基礎的 基礎的這個博士論文寫作的內容 所以我們台灣的這個 法官 這個素養怎麼樣提升 這是我們 我很擔心的部分 那你有什麼建議呢 因為 他們是學院派 從北英里 讀到台大 再讀到法律系 再考到法官 我不死人間煙火 我吃飯睡覺等死一個月就二三十萬 我管你們你家的事情 我是神啊 我講的話就是對啦 台灣就是這樣的 形勢比人強 你說對不對 是啊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改變 是目前 鄭博士 你也是司法改革黨的 你有什麼好的建議呢 我的建議 我的建議是 檢察官 我感覺 司法官檢察官 完全 在我們的高度看起來 都程度都不行 根本就講不出 社會的 蔡奇啊 裡面的一些 正常 公平正義的判斷 他們有的是蓄意的 磚龍磚傻 有的是 就像一個叫卓義賢的 法界的一個卓義賢 他是一個奇葩 他就說好 你那個張尊涵 你要把他全部扛下來 好 我就花文給外交部 來來證明 結果就被人家依陰價了 那是另外一個主題 那是另外一個主題 他即使是一個好法官 可是如果他來審這個案 他也是面臨到同樣一個問題 這個基本的 論理的基礎 欠缺 沒有啊 他就 紅燈直直走啊 他就一直走啊 哪知道被叫回來了 依陰價去吧 可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就是 好 洞哥的這些問題 除非 我們能夠轉成一個 法官容易理解的 一個概念 比如說 這個直線啊 就是說 我 給的那個 時間點 到下一個時間點之間 假設是一秒鐘 我在一秒鐘前我就知道下一個 下一個秒鐘就要開什麼票 那也許這樣法官就懂了 你不要去講那個方程式 是不是 洞哥不是最近都在表現這個嗎 來我叫他下一次開什麼票 就是要用這種通常話去講啊 這叫蔡奇阿薇 那你預測出來的結果又怎麼樣 他說你 不是總統候選當選人 你是叫做不適格 你不能去告的意思 如果你告錯的話 你變成你會輸掉 他說你不適格 因為你 張經律師不是一直在講嗎 只有總統候選人才能告 對不對 可是我在這一點我其實跟 跟我們黨主席有點不一樣的概念 也不一樣 因為我們告的是中選會 對不對 我們告的是中選會 告的不是 不是選舉無效 好 是公告無效 公告無效 好 Do you do something Do you do something Action 你要準備怎麼做結論 他準備怎麼做 那就是看弄哥怎麼樣去 去把這個資料 變成訴訟的資料 這樣 變成訴訟資料 你還是必須要 語言化 市場化 對 蔡奇阿化 是然後把它轉成訴訟可以作戰的資料 然後 其實我有想過 我們百姓可不可以一次告三個 比如說他們要互告 我們現在把這個資料 資料已經提出來了 我們可不可以 一次告這三個候選人 因為他們都是同一隊的 對我們 我們排他同一隊的 是不是講好了 有的人先 給的那個 基數比較高 有的基數比較低 對 然後 這個 結果 弄哥就已經講了不知道幾個月了 那你們知道的其他兩個人為什麼不去告 好 所以說 還是他不知道 所以我記得 你跟我講 好像 你要做大事了 是不是 你要不要廣告一下 你要做什麼大事 好 聽好 我先讓你講一分鐘結論 再來我講一分鐘結論好嗎 你要不要 好啦 我做結論 就是 棟哥資料做的真的很辛苦 可是 面臨到說 要怎麼樣去走訴訟的路 因為 他的資料做出來只是 讓觀眾朋友知道說 我們國家目前的現狀 是怎麼樣 是被做票了 可是呢 要改變這個結果 讓 這個總統 候選人不會 是 中選會 點鬧自己撐的 他還不是點鬧撐的 幫我們撐的啦 他自己決定的啦 他後面還有 李靖勇一個人 中選會主委李靖勇決定說給這個人當就給這個人當 對 而且這個 還有 這個 工程的高手啦 我相信他還有工程高手 對 那 反正這個 一查就會一托拉股的人 可是呢 我們還是要focus在怎麼樣去讓 讓以後的選舉不會這樣子一二再再二三我們好像是被撫弄 撫弄著 讓這個執政黨 以後變成萬年 萬年執政 對 那所以 最後還是要用訴訟去推翻 但大家對訴訟 司法是沒有什麼信心的 可是你不走的話 他永遠就是停滯在那裡 你說我講對不對 Yes Sir 所以你先 講一下 接下來 好 聽好 云回的 云回的這個 檢查會 中選會主委李靖庸 做票研討會 我本來規劃台北 高雄 台中 現在 已經OK了 早上我已經把 關東旗已經吩咐做好了 然後我現在開始在挑良城即日 中選會主委李靖庸 為什麼你的開票結果被一條翻成 被一條直線所控制的 這樣對不對 過專業了吧 研討會 台北廠 我們會選擇在台大校友會館 你某一個禮拜六 禮拜天的下午 在這兩個禮拜之內 請我們鄉親 到處 請我們到旁邊 大家把研討會講完 我們要去高雄 我們要去台中 如果還有繼續有sponsor 支持者 支持者 我們會到花蓮宜蘭 請大家鄉親 到關心 到處 如果台灣不要讓民進黨萬年執政的話 請你來看我們的 中選會主委李靖庸 你已經做票兩次了 你還要做票幾次 研討會 所以 大家要期待 這個很不容易的 終於 在現在經濟 房價高漲 大家好像手頭 還蠻 沒有辦法很擴挫 還願意來贊助 曾博士的 這個研討會 所以大家 購票研討會 要持續觀看我們的節目 看 什麼時候真正的 你去把這個 議程敲定 好不好 好 禮拜六 禮拜天下午 這兩個禮拜之內 我們就會辦 請我們鄉親拜到 禮拜 會播 因為我現在整個 schedule的進度 第一關東期要做好 第二所有聯絡事情 都敲定 可能會在 14天之內 請我們鄉親給大家 注意 那我今天就先到這裡 OK 拜拜